继续来看往返台北台东的民众要注意了 台铁呢将从7月16号开始缩短班距 也要增加列车 原本要四五个小时 现在呢教您新的转乘方法 先搭这个普悠马 再转区间电链车 不但只要三个多小时 整整快了一百多分钟 价钱也比较便宜 从台北到台湾美丽的后山 不用再打四强号 动不动就要耗掉半天了 台铁推华东转程 剩下超过快一百分钟 增加了相当多的班次 那其中最主要就是 我们把我们17组普悠马列车的编组呢 全部都投入了 举例来讲原本台北到台东 搭228次柴油自强号 下午一点出发 要到晚上六点才会到台东五小时多 而若选择转程 搭铁路电气化后的普悠马快 到花莲再改搭班次密集的电链车 只要三小时半大幅节省时间 以这个实际旅行时间来讲的话 含转程的时间 其实它节省了大概90分钟 不只节省时间 买转程更比直达价钱还要来的便宜 7月16号开始调整班次实施 民众可多加留意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